嫁给我吧 我给你五个亿让你做 2015年马上就要步入40岁的李小冉 终于觅得自己的良人 看着单膝下跪 真直幽幽默说着求婚事严的徐佳宁 她没有犹豫 倒不是因为物质 两人相识16年看着彼此成长 看着彼此经历的酸甜苦辣 最后我们的女神还是嫁给了 那个17岁时便一见如故的男闺蜜 其实李小冉的感情路并不是很顺心 她经历过两端耗费心力的感情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与孙东海的感情 初香时孙东海见色起义 为了李小冉和发妻离婚 可见其人品低劣性格冲动 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主 和李小冉恋爱后 更是充满了可怕的控制欲和暴力倾向 成为李小冉前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后来的李小冉对于感情变得更加淡然 想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 她热爱旅游喜欢不做计划的出行 随走随看停住在路边的咖啡店 或幸不游走博物馆消耗一个午后 而多年来徐佳宁一直以朋友的身份 守护在李小冉身边 在听闻李小冉分手的消息后 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大胆向李小冉示爱 其实这些年守在李小冉身边 见证她情感的分分合合 徐佳宁一直对李小冉的喜悲感同身受 用李小冉母亲的话说 一个男人陪在一个女人身边 16年不可能是为了做朋友而已 所以徐佳宁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直接向李小冉提出交往 后面就有了婚礼上那句霸道总裁式的告白 婚后徐佳宁给了李小冉满满的安全感 李小冉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也渐渐被爱人和新家庭疗愈 尽管年轻时走过弯路遇到过渣男 感受到爱情带来的狂风暴雨 但索性结果是好的 而相比坎坷的感情经历 李小冉在事业上是比较顺风顺水的 这些年给我们带来非常多优秀作品 她也频繁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 而每当李小冉出现 她那傲人的身材总能成为全场焦点 她为何能保养得如此好 在大家好奇的同时也隶数了李小冉往日经验的场面 年轻时的李小冉有一个嫁入豪门的梦想 可惜每次都不能如愿 多次的感情失败让她备受打击 也许是不再执着 所以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早期一款内衣广告就让大家认识了她 网友在看到李小冉穿内衣的样子后纷纷感慨 真看不出来她身材如此有料 因为身上独有的女性魅力和成熟感 李小冉代言的产品一经便是便大卖 这也让她有了事业的方向和动力 如今的李小冉有了家庭也当了妈妈 但还是一如既往的美 产后付出的资源更是相当不错 而且时隔多年李小冉再次代言内衣 写真仗一出让人不禁直呼比从前更有魅力了 果然淑女才是最有韵味的风采不减当年 火辣身材可谓是直接吊打林志玲 一个小小的内衣广告让她拍摄出了时装周大片的感觉 身穿红色内衣的李小冉在古风背景下显得格外迷人 尤其是她成熟优雅的淑女气质让人心动不已 若隐若现更是透露着十足的诱惑力 红色的内衣也与品牌主打的性感路线如出一辙 将女性原本很柔美曼妙的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 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典型东方女性的柔美感觉 不得不说李小冉要不不出声 一出声势必会引起极大的关注度 尤其她那完美的状态更让人羡慕 性感是哪个女人的代名词 在过去封建保守的时代 女人不能表现出自己性感的一面 但如今时代不同了 性感本身就是一种美感 可以带给人无限的愉悦 所以女性在思想的解放下自然也开始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性感迷人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对李小冉有什么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订阅